今天講一講一個連敗模式 這個術語是來自電競 形容玩家因為心理受到影響 即是輸了第一局後 心理出現變化後 緊隨的第二、第三局 都因各種不小心 或者運氣因素等等 再輸多兩次 接二連三落敗 會開啟連敗模式 實際不是一個模式 只是心理上開始進入了要調整的狀態 但我們沒有這樣做 而繼續忠敗 如果你換換體育 冰箱波籃球 他們在那些時候就會叫一個暫停 教練會擔心再不暫停球賽 他們的球員就會開始進入連敗狀態 不停失分的時候 其實就會落後了一個很大的差距 就會令到進入一個下風甚至萬劫不復的一個敬敗 所以經常會連輸幾球之後 就會叫暫停 連球也好 籃球也好 甚至排球也好 這是一個心理變化 不是莊家有什麼出術 會令到你不停輸 而是心理上產生了變化 統稱連敗模式 就是當你處於這種狀態 有時候明明那個人 可能你打十局贏了十局 但是 當你的心理開始浮動的時候 你是會輸給這些對手 這才是最可怕 這個理論是我戒賭之後 然後我在電競世界接觸回來 我回顧以前 自己也好 以前的賭友也好 有沒有說 會幫自己叫暫停 答案是沒有的 只會就越賭越勁 通常是輸了 如果還有賭本 一定會滾下去 在這時候 其實一定是要叫暫停 一定要幫自己叫暫停 但是遺憾 賭仔通常都沒有一個教練在身邊 他旁邊那個 其實都是跟他一模一樣遭遇的賭友 通常就是 納個頭巾就衝過去 輸了罷就 其實成因 往往是在你頭一兩次 你遭遇了一些很黑仔的東西 例如我當你踢球 你對球連續有幾個黃金機會 都是散中柱 被人迫和 然後十二碼輸了 這個落敗很影響心理 如果你帶著這個未平伏的心理 再踢第二場球 其實你會周身不聚財 就會出現很多 沒有壓力下的犯錯 或者低級的錯誤 就不斷出現 一個球隊 這種球員 如果教練動式到他 已經出現了心理變法 可能會先收走他 變回後備線 到他的心理調整 才會派回正船 都是說 我們是沒有教練 教練就是後面的魔鬼 無論怎樣輸都好 總之你再輸 其實你那個人 好像那些線路都踏錯了 通常就會失去所有的判斷力 也很急切要是翻本 如果比賽就是追回比數 如果看開踢球 其實落後一球 他們是不急的 做回自己的形式 繼續踢 直至下半場 教練再部署一下 之後那45分鐘應該怎樣踢 不會方 不會急 不會亂 但賭員通常就很想很急切他們 就便會破迷 輸輸輸輸輸輸輸 怎樣處理解決這種連敗模式 首先第一件事 你本身要提升到一個多高的機率 你賣掉下去 即使輸也影響不到你任何心理 之前提及過你可以參考評駐島會的這幾集 那拿下會幫到你 當你明白到你這一柱買了之後 其實你已經是可以看到你之後很多步 未來的三四步是應該怎樣走 而你不是為了倒而倒的 而不是為了追回本而繼續倒的 而你是在保持一個紀律的 就算天下跌下來你也仍然是保持那個狀態 但是你說你剛剛才接觸我這個頻道 那你可以爬回我好幾條的影片 然後你還未制定到一些適合自己的紀律 那你真的要停一停 尤其是你輸完之後 你發覺你整個人的心理是很複雜的時候 你最好就停下你所有賭博的東西 直至到你個人平復 跑馬也有一句叫跑Fresh 你要令自己培養一個新鮮感 帶著這個最旺盛的情緒才會再衝進去 再跟他們片過 否則的話你一念碎頭 帶著這個連敗模式 而自己又不知道模式啟動了 那你就多多都不夠輸 這集相信會是挺有趣的 這個理論因為我好像在賭博世界沒聽過 亦都呼應到磨爛隻 其實真正的解讀是發生在 勝出的話... 通常你連續許多 Ear Зем 一個數量令你突然輸這場 很多人會在那我的 Serie會離開 那眼 perimeter 不離開 又會進入這是對ier 這個階段沒錯 如果大家不斷來輸 連來未失去六個月 往往都是瘋合你的 Careful 你無法在最高漲、最清晰、最高判斷力的狀態下賭 你會很下風 不過當然賭百家樂、賭大小那些 其實都沒有什麼判斷力可言 都是奉勸一句一賠一句賭博 自己可面則面 這集相信都會頗有趣 如果有什麼想法,歡迎在下面留言 繼續文字交流 如果你是新觀眾 也願意請你高台貴手 按個訂閱按鈕,支持阿蕭的頻道叫KDASMAGIC 今集來到這裏,多謝大家收看